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旺 赵飞雄 有没有问题 你们有没有发现问题 庄中梦化蝶 原来的结构应该是什么 平平 平这这 如果你现在看普通的标音 它变成平平什么 这这这 有没有看到 好各位 我讲过了 五言诗最宽只到第三字 一三 第三字一定要论 你看这下来就不得了了 庄中梦化蝶变成平平这这这了 有没有看到 化蝶的蝶 绝对是入身 做梦的梦是平这两读 梦 梦 知道吗 这声平声 所以你把它练成梦化蝶 它是梦化 那你没办法了 它就变成这这这 所以那个吕望赵飞雄 下半却倒没问题 它是这这这平平 有没有 只有第三个那个字 所以你知道梦 明梦 闽南语它可是可以做平声 梦 它就变成下面 所以这个字 也请你稍微注意一下 练当然是庄中梦化蝶 各位 这个都不必我说 我们课本后面也住得蛮简单 就是虚虚然蝴蝶也不知道 我是庄中还是庄中是我 还记得吧 庄中梦蝶 已经变成一个典故 但是我在这边 我有一个补充资料 我就取了 景色 有没有看到 这个读过吧 金 抱歉 要用明来语 金 金色 无端 无是仙 一仙 一株 无是花莲 装身 小梦 蝵蝴蝶 皇帝春心 脱渡卷 长海月明 主有泪 难天之乱 余生烟 此情可待 沉醉意 此时当时 已枉然 景色 好多人 都很熟悉的 背的东西 我看到 梦蝶 化蝶了 我就把它 挪过来 让你也好好记它 因为这是太有名的句子 这就有点像 它的五题 一系列的五题 对于李尚寅的 诗要解 真的是很困难的事情 因为太多人 他也是晚堂的大家 我刚刚讲的跟温庭云居 叫做温李 就是温庭云跟李尚寅 然后我们怎么解释 他的景色 或是说怎么景色 我们来说 也许还比较 等一下我说 你看看能不能留管 很多人对于无题思 这就相对的意见多了 有人说无题思 写他政治遭遇 有人就是写说 他跟那些宫廷的事情 宫女的事情 有人说 他看上了皇后的身边的女人 爱了不该爱的人 有人说 他跟一些道士道姑的一些 道姑的一些 情感纠纷等等 好复杂 也有人说 他只不过借那些东西 来寄托他的政治遭遇 各位 我个人如果对于无题 我比较 比较 我个人比较 不太喜欢那个政治遭遇的说法 因为无题很多都写得 非常刻骨铭心的男女爱情 如果李尚寅写得 让那么多人传颂 如果你认为感情 恋爱那种事情 是那么残缅的话 然后全部是拒托了 他的一个政治遭遇 我就觉得他把我们骗了好几千年 所以我比较喜欢 把他恢复到原来的样子 也许他爱了一些妃嫔 那么两个人很难见面 也许那些道姑 有些歌迹 比如说鱼玄机 他本来看透了一切 要修道去了 没想到又受不了 道观里头的一些规范 又还俗了 因为文人常常还会去看他 所以你要见面当然不容易 我是这样提 你可以去想一下 太多的论文在这边 我们试着来看这个景色 他在用这些典故的时候 究竟他在说些什么 各位知道色是五十悬 色五十悬 无端当然是不知道为什么 景色就是有五十个悬 这个结构为什么要五十个悬 这是李赛 然后但是每一悬一柱 我就会想到华联 想到一个人的岁数 那么这整体来讲 有人说 刚刚应该让你们念一遍 你们才会熟悉 这首诗大家都听过 读过吧 也没有 读过的举手 读过的 二四六 真的很放下 那你们要好好的努力加成 这仅是诗 好我们看下去 就是说 每一注旋就让他想起的岁月莲华 那有人就断定了 我先讲好 我采取的是 李赛英这首是一首道王诗 道王的诗 很可能他的对象 是能够谈色的 所以每一悬 看到每一只悬 就那么巧 这五十悬 那你当然一定会问我说 道王的对象是不是五十岁 我们就事论事 也不排除这样的联想 一悬一柱 我就会想到 那你的岁数 好开始 如果说这次道王 是要回想他一辈子的话 那么庄圣 小梦 迷蝴蝶 望帝 春信 托杜鹃 究竟写什么 各位庄子在梦蝴蝶 徐徐然不知蝴蝶是我 我是蝴蝶 蝶虎合一的时候 请问那个精神状态是愁苦的 还是合一的 就愉快地赚 就愉快地赚 庄周梦蝶的时候 我们现在讲庄周梦蝶 好像就那么短暂的快乐 面对着醒过来 现实人生又一片愁苦 所以你很可能第三句 就是借着庄周梦蝶 讲他们曾经愈合 遭遇了 曾经在那边相逢 然后望帝春信 托杜鹃 杜鹃鸟的意象太多了 不如归去杜鱼 杜鹃 望帝 我下一次有一个单元会专门谈 谈这个禽鸟 所以望帝春信托杜鹃 应该是分散 因为杜鹃鸟 如果另外一个做皇上的立场 因为那个鸟是蜀地 看到蜀国灭亡以后 它化身为杜鹃 然后看到自己的家国现实 不能回去 就是杜鹃提血原孝哀 知道杜鹃 想到了故国 自己的故国 它人亡了不能再回去 难过到血都流了出来 相当的动人 所以如果前面装身小梦 是个精神上的愉快 那就讲个两个人聚合 然后望帝春信托杜鹃 我就像那个杜鹃鸟一样 看着你的离开 我有无限的伤感 这就第四句就讲分散 第五句 沧海月明猪有泪 在这样的夜晚 有人说 究竟沧海月明猪有没有泪 各位 你等一下看看我的作品 很多东西你没有经验 也很可能 因为李商隐曾经到 从长安到四川去 各位知道夜宇既北 问君规矩未有期 八三夜宇藏秋迟 所以他真的看过 如果你认为 那个沧海月明猪有泪 那个猪有泪 各位现在我们不是有一些 磕磕磕磕 如果拿出来 因为林盖的关系 就会反光 我在马来西亚 就真的在海边 看到那个蓝眼泪 他们就戏称叫做蓝眼泪 我们现在澎湖金门那边 也在养殖塑造那些蓝眼泪 所以如果说 沧海月明猪有泪 我们就认为 不管他是典故 或者说他实际的一个经验 因为你没有看过李商隐 究竟有没有在海边水边 看过这个东西 我莫能否定人家的生活经验 我们在马来西亚 就会有这个东西 等一下我再解释我那个 所以你就会知道 他落泪讲他的卑诗 曾经过的这一辈子 我们有泪水 南田玉软 日软玉神炎 南田是蝉玉的 玉非常的温润 然后在烟癌的迷蒙的山区 然后让你要感觉到非常的温软 我们甚至于中国人还讲一句话 玉啊 君子无故 玉不去生 南田蝉玉的地方 常常在烟癌迷蒙之际 让你感觉到温暖的感觉 那如果这样讲的话 那第五句如果悲失的话 第六句就是曾经拥有过美满的 欢乐的那些日子 所以这些都是 间接的写出生前的和离悲欢 非常的堂皇迷离 你自己想看看 装身小梦咪蝴蝶 我们遭遇了 就好像我遇见蝴蝶 我们分手了 我们有过的离别 我们有过的欢乐 好 后面分数 前面总数 然后开始分数 所以很可能他这个盗王的对象是五十岁 然后分数过我们的离 我们的和 我们的离 我们的悲 我们的欢 最后要总结 此情可待成罪意 不论如何 很多事情现在也没办法 人死不能复生 只是当时已枉然 所以当时生前跟你相处的时候 要我回忆这些过往 什么是悲悲有多少 什么是欢欢有多少 我的内心一片枉然 茫茫然无所寄托 各位人啊 到了一个情感 到了枉然 说不出来 所以然的时候 就是情深到了极点 你还能够说 问你 你的交往对他印象 老师他很好 他会帮我倒茶水 他会帮我什么撑伞 你的 别人对你的好 可以用一点两点算出来 各位数目中有个极限吧 那你们还不够好 好的时候是没办法算 同学之间互相的切磋 你对我的照顾 我没办法算 你对我的好 那就是真好 你还可以算 早上会叫我起床 会帮我设闹钟 三餐吃饭的时候 帮我夹菜如何这般 你们还在世俗的交往当中 你们的体会还在表象 老师他对我都好 老师我很难说就是好 你就枉然 一片情深 各位求道不也是如此吗 你今天如果刚刚上课 这个地方我要讲这个 那个地方我要讲那个 典故用了也只有这个 我就按照这样一直练下去 你还有没有那个境界 讲到这边突然一个崩 学生一个问题突然崩 你就会有一个东西出来 我也枉然 懂得我讲的意思吗 那个层次就是 你把所有的东西融会贯通了 不然你叫做造本宣科 所以梦迭啊 我大概这样子来解释 至于其他的注解 你自己去看 接受不接受 合理不合理 可以解释得通 好我现在要讲 我去年 马来亚大学主办了一个国际会议 我去了 然后呢 他们就带我们去 然后告诉我们说 老师 这个地方晚上会看到蓝眼泪 我眼睛 一直亮 蓝眼泪 沧海月明珠有泪 我就想到李尚赢这个 我就写了这些首诗 然后呢 他这个光啊 也许是什么灵 也许是什么光啊 长的时候 你可以把它捧起来 那个在沙滩边 短的话大概五六分钟就结束 有一个我发现的 因为有宿舍的老师没看到 他们就捧着捧着到宿舍去放着 还亮了半个小时 哎呀 好压抑啊 真的就蓝光 然后海浪一打上来 你就去寻 不是每一次都看得到 所以我说 白浪能流蓝眼泪 第一个反差就很大 白浪怎么流出蓝眼泪 这也是文人 看到的现实现象 用一个想象把它来 让你有个对比 光恒 联席有缘人 我到老远从这边飞 我自己都没有到金门 马祖去看男眼泪 没想到飞来 马来西亚这个地方 而且是渡海出去的 一个独立的岛 所以我说光恒 联席有缘人 光恒 恒就不会太久 心疼手捧 轻呵护 这很简单 世上篮球 美善针 各位他美 可是一下子就没有了 你要永远的 把他保住他的美 不可能 我刚才讲 最长三十分钟 所以真善美 架在一起 人生 福福何求 看到的是一个真理 看到都是一个善心 结构出来 是个美的世界 所以这是我的第一印象 再来我就写了 游人进到晨风好 白天嘛 大家都出去 然后有些下水游泳 所以我说游人进到晨风好 没想到大白天 大家看完了 你看我们有一群人 晚上就去睡觉 我们好奇在那边等待 熟料奇观 趁月光 大家夜间它亮了 意义垂帘 难言的意药 就是闪药 相逢 一煞 意然亡 一煞间 不是每一坡你都找得到 找到了 我们的缘分在 一煞 学者总要谈一谈 文学批评 我们当时 眼见为真 我上次有说过 我们清代 接受近代 西方思潮的一个 词学批评 叫王国伟 他有本书叫 人间词画 他说什么叫做 文学的好作品 他说感情要真 各位你可以看看 上人讲说 做人要诚心 也是真吗 你的感情 不是假的 所以我为什么说 李商银的无体 我们回到他的感情的世界 也许就是真 如果说每一首都要 朝着政治那边去解释 好费事 你会觉得说 他编出来一些东西 假的感情 让我们去付费 他的政治遭遇 我们就说 把他当做感情师 相见诗男别义男 都没有意义了 所以我宁可把他 恢复到 自面原来的样子来说 所以我就开始说 沧海月明诸有泪 偷了句子 那么李商银就叫 李义山 义山 惊眼几人之 说不定他真的看到 是你没看到 他看到 就想 就像我去邦哥岛看到 我如果不去看 我这一辈子 有没有看到蓝眼泪 我刚刚讲 也许是海边 冒出来 那个晚上月光 作用那个灵 有时候会 有时候你到墓地去 有没有坟墓 有没有 你以为了灵 也有时候 鬼火 小时候都不知道 都会这样乱猜 胆小嘛 现在大了就知道 哦 分かりました 原来是如此 你就不会惊慌了 所以义山 惊眼节 说不定是他惊眼看到了 没有几个人了解 苦失 坚住 花心力 我跟你讲 要了解 李商银的事 很困难 哎哟 那个建筑本 可以厚厚 那么大 我一个大陆的朋友 那个他在四川大学 周玉凯 李商银建筑 我们成大一个老师 吴容物 老师的博士论文 就是李商银的事建筑 我到现在很惭愧 没有好好去 一手一手给他翻过 我就很想看看 他们多那么厚啊 我说你苦失 坚住 花心力 是政治的事 是爱情的事 是什么事 想了老半天 见证 清零 只杀死 你只要亲自看到 一杀死 恍然到了 蓝眼裂 原来就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 眼见为真 真的东西 我就这样把它表现出来 那我为什么特别要举这个例子 我为什么举这个例子 就是告诉你说 很多的文学作品 隔靴是骚扬的 没有作者的同样的生活经验 你完全有时候会意识 虽然失无打鼓 你的说法 我的说法 我只要能够自圆区说如何 怎么办 但是如果你有更多的真实材料 你会为什么讲出土文路那么重要 那么也许 你就会比较接近作者原来的想法 为了这个事情 我就写了第二个例子 给你了解一下 你认为这是是不是事实 他说南海外 你看沧海 也许他是读这个典故 不管 沧海外有绞人水居如鱼 如果他是用这个典故 那沧海月明诸有类 知道意思 他是用点的 说南海外 有一个在水中居住 你看现在鱼 各位请问 外国人有没有美人鱼的故事 甚至有人拍电影 有美人鱼长相 大概是那个样子 所以我讲过 人类对海上海底的东西 了解时代太少 说不定真的还有那么长得 那么一个很像人的样子 我请问你 你有没有看过猴面蓝 蓝花的花蕊开出来 像猴子的脸一样 哪里有可能 人家就有猴面蓝了 我就做了猴面蓝的诗 我不晓得今年蓝展 有没有把我去年做的诗 又再展一遍 其中有一个 因为猴面 因为是去年正好是猴年 又跟台湾话 猴面很谐音 所以他讨人蛮喜欢 很可惜去年 春天的那个阳光太少 如果今年大概就开了 雨水太多 开花的时候 根本台湾的猴面没开 特别从南美 运了几颗来这边展览 这个真的就像猴面 你在山看 看到什么吓死了 猴子在那边 所以你没看过 世界上的无奇不有的东西 我们人类太渺小了 各位 你宁可 等一下我会说 所以你双西部人 像有个绞人 他水居如鱼 你看看 如果外国人传说的是美人鱼 那中国有传说蓝人鱼 这个绞人 每天潜在水里头 水居 水道里头去 你知道我到 我到越南的夏龙湾那边 真的就八百多个岛 他们号称叫做千人岛 他们有个夏龙湾 鹿龙湾 鹿龙湾近开采 都是石灰 在那边开采 夏龙湾是世界文化遗产 它是自然景观 真的像陶渊民 寻所向不知所踪 进去的时候 找不到那个路了 因为每个岛屿 长得都一模一样 你的船从那边进去 什么地方出来都不知道 所以他们有经验 然后真的有水上人家 今年住在那边 然后你看他们养鱼 跳下去就在水里头 哎哟好厉害啊 我们现在潜水 还有靠那个呼吸器来帮忙 有时候有些人闭气 就真的闭得那里 然后看不费之机 不费之 然后潜进去以后 他竟然在里头 在那每天 就在那边滋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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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眼气则能出珠 知道 一哭泣 那个水就好像晶晶晶晶的 我真想见一见这种人 或者说他是想象 好 我请问 他也许就真的用了南海外 这个 那这个他用点 你就要相信他猪有类 那你说不知道 你就去找张华吗 各位张华是汉代的人 232到300年 你就知道东汉 232到300 西元232到300年 他是河北人 他这个人是博物志 这是博物学家 在前辈博物学家 前面他 好奇把天下的那些 有的没的 他所见闻的 把他编的这样的书 博物志 河北人 各位河北也有靠海 他竟然可以记载到南海的事情 这都没有关系 我请问你 你绝对没有想象 我还能够跟科学营的人 去讲文学中的科学资料 我也不晓得你点进去 大概在网络上 科学什么营 在我们的高雄的科工馆那边 他们请我去 你觉得一个文学家 怎么去谈科学 我告诉你 没有文学的想象 就没有科学的求真 没有文学的想象 人类的动力 人类的文明就不可能一直往前推 我们创造了长额奔月 科学家就开始讲 真的可以吗 可能吗 我们奔奔看 上去了没有 上去了 请问 你看到这一段 你会想到什么 古人有没有想象 我有什么方法 常年住在水中 有没有开始想象 我这个海 无底洞 我有没有办法能够 潜进去时间久一点 现在很聪明 更能发明的挖人的鞋 让你比较好 用那个潜水的潜水镜 保护你的眼睛 不然就闲闲的 然后呼吸的那个 让你可以长久待在水里 我们的潜水艇 不是都发明了吗 好 各位 就人论人 我希望有一个东西 我跳进去 你为什么他要自医 我们昨天不是讲过吗 不是有一些水草吗 不是有一些珊瑚树吗 你就会怀疑说 奇怪 路上是淡水 怎么咸水东西 它能够在底下涨 这些东西一定可以 适应海水的咸度 所以我只要把这些水草拿来 一阵一阵的缝 一阵水草缝下来 我穿一下 跳下去 应该就可以长年 待在水里头 你的皮肤就不会被 闲闲的水浸的烂烂的 人类有没有想象 天上想要去奔月球 里头想要看看 有没有潜水衣 不费之际 请问 现在发明潜水衣没有 发明了吗 不然我们的肉 常常被咸咸的 你给它浸泡几个小时看看 你要像在 腌制你的肉 我告诉你 所以那个想象 无限的想象 让你 你如果继续读 那个古禁记 利禁记 你去读读 中国好多的这样的书 你不要把它当作 稀奇古怪 你把它当作 人类的想象 要克服自然 他说一个渔夫潜进去 古禁记你去吵 那个小说 利禁记 也就有 传奇 跳进去 然后看到一个宝镜 各位你听过 以铜为镜 可以整衣冠 磨得亮亮的 一照 我照得很清楚 我可以对镜贴花房 结果他把那个古禁记 一出来 古禁记竟然能够照 测他的武藏内斧 吓一跳 赶快丢下去 上来以后 他就跟当地的太守讲 那个太守好新奇 真的有这个东西 就跳下去找 再也找不到了 请问这个想象力好不好 人类有没有发明的东西 可以照到你的武藏肺腑 发明了吗 X光 超音波 断层 给你看 各位文学作品的想象 促进了科学家去求真 不是妄想 是个梦想 然后去科学落实 所以我写这个就告诉你 你的古书 你读了以后 我在吃饭的时候 还跟同学说 很多的科学家 为什么有坚信的信仰 因为他们没办法 求证的东西 宁可信其有 因为你科学 不能证明没有 所以我们的古书 好多东西 你把它当作很荒唐 就是荒唐 你把它当作一个科学的资料 它就是资料 读过这些东西吗 我因为太多人要我演讲 所以有些材料 我就会去收集 你觉得可爱不可爱 所以以后看到 沧海月明诸有类 看到了博物志所记载的 也不要太怀疑 你就帮他当一个故事 来看就好了 好 这是一个 我们继续看下去 现在庄舟梦画碟 有没有问题 我还让你看到这些 来你看看 吕望赵飞雄 请你看课本 各位在夏宇的时代 有个协助他的工程 叫做博弈 他治水有工 各位要谈夏宇 你要知道 这个人物究竟 我们常常讲说 中国的历史从夏代 开始有信使 可是有人还是觉得 遥顺啊 遥啊顺啊下雨 都是神话中的人物 想象出来的人物 尤其是汉代 他们说路不时宜 儒家所讲的大同世界 谁也没看过 所以汉代就塑造一个 理想化的世界 让你心向往志 如果你这样说 我也不反对 因为人类学家 我刚才说过了 他是看证据说话的 说遥顺 都是儒家 因为大同世界 没有谁看到过那个境界 所以就算了遥传给舜 然后攻天下 然后如何这般 有好多的故事让你向往 意思说那是一个指标 人类学社会学家 人类不相信 因为证据还没有到那边 没有关系 我们留着 我刚才讲 地下文物出来以后 我们再去证明 这不管 我为什么要说鱼 这个鱼治水 三过其门而不入 是不是那么一回事 如何这般 我说故事我们先把它记下 因为孟子爷提到了 儒家的人也提到 这样的人物 好了有个博弈就协助他 治水有功 然后你知道治水有功 皇上就给你一个采意 知道采意就是靠上你的地方 通常采意给你的 有那个地方的税收 就是税就是给你过生活 报答你 他就在送 履地 受封于履地 各位你现在终于知道 履上就是博弈的后代 到了履上的时候 他就隐居 垂吊在渭随冰 后面的故事大概大家就很熟了 江太公钓于里水三寸 所以文王出去的时候就要占补 古代这个占补 不管是用硅甲牛骨都一样 先把你要补的事情写在那边 今天出去打猎 几粒不几粒 然后再给它烧一下 就有猎线 就开始看羊摇多少 阴摇多少 我昨天讲过 你就做你善恋 做你该做的事情 不要处处先去补 先去沾 你会反其道 卓文王也是爱名如此 打猎 看看我们今天能不能有收获 结果占补的人告诉他说 你要知道我们古代 常常就是用你的信誓来命名你 所以你看曲远那个人 张颖先生 就用你的职业来命名 或者说用你的采义来命名 比如说义之乎 足之乌 我们下一次在对于你的 我会碰到 义这个地方姓乎的人 足这个地方姓乌的人 因为我们通常王家尊礼家庄 你到了林家去 这边都是林家 你就问那用有笛 有什么有笛 不必讲姓氏 因为都是林 后来讲久了以后 你是板桥的林家 叫做板之林 或者说林不出现 板之勇 板桥一个姓勇的林家的人 知道意思吗 用你的采义 你封给我是吕 我就叫吕旺 知道 后来我们知道 他本性叫做姜 知道 你的采义也可以当你的名字 你的本性叫姜子 我们后来知道 吕旺 他说你这一次出去 非龙非痴 非腐 非皮 哎呦我的天 所获霸王之福 各位龙痴 腐 皮 都是雄性 都是比较阴阳的 动物 如果你读过诗经 我们就会有一些 做梦的联想 你看啊 他要讲一个治国的霸财 他不会跟你讲说蛇啊 蝎啊什么的 非皮 非熊 非龙 非痴 有人说痴就是独角兽 阿龙就是海上那么奔腾的 各位所以你有个成语叫做梦造熊皮 我们下一次马上会 所以造飞熊这个事情 就是用飞熊来粘造 古代女孩子在诗经里头 所以女孩子如果你怀孕了 你梦到了熊梦造的皮 哎呦都是那么大 大股又大肢的东西 哦那你这一胎依然是男孩 如果你梦到梦毁之喜 那个恋毁 蛇 现在台湾人会说了 到家告诉你 哎呦如果你梦蛇就是天 你去许愿没有好好去还愿 古代不是这样说 梦蛇 阿罗多枝 哦他是生女的 所以各位 下一次我们碰到 刘雨席 我们上面不是有刘雨席吗 我们前面有没有举到刘雨席的诗 我们上一次讲对句 说春去也多些 若留冲锋已举魅 从南易路四瞻经 我们说刘雨席有没有 你看为什么叫做雨席 然后他的字号叫梦德 看到没有 梦林 梦德 都是诗经这种 女子怀孕 然后一系列的 这种意义象征的流传 在座有没有信 梦什么梦什么的 你看刘雨席 他妈妈做梦的时候 梦到了下雨 试给他一个什么东西 所以叫做梦德 你看蒋梦林 也梦到了一个麒麟 进来都是男孩 你相信不相信 所以中国人不但是挂在毡 连做梦也在沾 这个如果要讲下去 我又可以让你陶醉两个小时 暂时兜住 所以你要做梦 特别注意 你只要梦在粪坑里头 窄浮窄成 不要害怕 赶快去刮彩券 记得窄浮窄成 两亿就是你刮到 如果你梦见出来的时候 今天出去被鸟粪滴到 你只要那个一百块的瓜就好了 因为那是小财 好 不要再讲 等一下要止步于怪力乱神 沾梦 做梦也可以沾 你梦到了出家人在你的梦中 你这一辈子很有福分 你梦到大象 像是佛家的一个很吉利的兽 保证你这一胎非常有佛缘 很多东西 你梦到的往生人 突然出现在梦中很严肃 你要特别小心 家里大概有一些不幸的消息来了等等 沾梦树 信不信也随便你 不要再扯了 扯下去 等一下每一个人下课都来问我 老师我昨天做梦 梦见了什么 所以因为有这个梦造熊皮 我就告诉你有这个尝试 所以下次你看到人家 生的狼孩 梦熊之席 或者梦造熊皮 不要忘了 人在祝福你 你生的女孩 人在跟你梦悔之喜 你也不要忘了 人在祝福你 知道没有 然后 每个人梦男孩梦女孩 就像 我是昨天还是那什么时候讲 日本人会挂一个 Koi Nomori 知道 一个兰儿节 一样 你知道 你的家里 这小孩 婴儿房的外头 就会挂东西 如果是玄宫 男孩子就要学射箭 玄弧 知道 公 都是男孩子 哦 人主 这台是男人的 玄弧 如果是玄睡 就是女孩子的那个 诗经 或是说 睡 一个经 在一个喜悦的月 心这边 拿一个经 挂一个红袋子那边 哦 以后你出来 就是要 只隔只隔夜里 有人之不 就是要 缝缝 碰碰 那是玄睡之喜 女孩子 玄弧 就是生男孩子 玄睡 就是生女孩子 以后慢慢 你读多了 这些典故 就会出现 所以哦 他就 果真遇到了 吕丧 就是我们后来讲 姜太公 他说我呢 吴仙君 太公 望子久语 以后就讲到 太公望 我就等 就等着你来 以后我们就 用这个典故 来说 这个故事 各位 你看看到底下 后人有诗 永此事 我在前面没有说 我们英元生老师 看了不少 这些民俗的小说 什么的 可是他常常 这么一引 你就不知道 后人有诗 胃水 蝉蝉 日夜流 纸牙 尘此独吊沟 当时 未入 飞熊帽 几项 狭阳 探白头 各位有没有看 他用那个飞 我们看到的是 飞那个飞 知道 不是龙 不是什么 如果按照句子 这样解释 当然是 解释得比较通 借代过去 可是如果这个熊 还能够飞 哎呦不得了 更奇特 知道 所以我们课本 他是用那个飞 我们的典故 是用飞 因为你得到了 人中之龙 各位请记得 我们音源生老师 所引的是 风神演义 第十八回 我都很费事 帮你找出这个典故 音源生老师 一定很感谢我 终于有个知音 帮他去找典故出处 各位 风神演义的作者 有好几种说法 我们比较可靠是 明代的 露西星 大陆的露 西边的西 天上的星星的星 风神演义 第十八回 他就有这一首 是 那是明代人 写出来的 当然你可以去看看 既然叫做演义 就好像三国演义 我根据一些 传说一些史书 我把它推演 给你看 好畅快 我们课本有注了 好多都是这样来的 所以这边 我就都到这边 庄舟梦蝶 旅望 飞雄 这个东西 庄舟梦化蝶 旅望 照飞雄 现在这两句 有没有很有印象了 有没有很有印象了 你就 哦 原来这样 好 底下 我又要来问你们了 为什么底下 这两个句子 北有当风 亭下山 南连 曝日 省 东风 这个省字 做得不错 他们又给你说 平这都没有问题 这这平平 平这这 平平这这 这平平 平这没有问题 有没有能够告诉我 它为什么叫做对 各位 我们是家里是坐北朝南 所以你北边的风 更好可以吸 南风进来 好凉快 所以夏天 你不必用扇子 那南边的帘子 你就会像 因为北边是阴嘛 所以南边的帘子 你会接受那个阳光 会从那边洒进来 所以我们常常讲 这个我又要讲了 想不想听一下 你要知道 家庭的结构 常常 所以你的卧室 会在西北角落 你的住家 你的客厅 会在东南角 东面 像阳的地方 然后你的阴暗的地方 会在西北角 也因为这样 但因为房子结构 中有东西南北 你总觉得 那个阴暗的地方 常常是某某某某出入 所以最早的时候 在西北角的那个门 我们会挂桃虎的 桃木是辟邪的树木 佛家也是这样 杨柳枝桃木 道家也这样说了 所以你的桃木 本来挂那边 后来觉得 倒不如保障全家 就把那个桃虎 各位 千门万户 同同日 总把新桃换旧湖 就掉到门槛来 各位不是有 身敲越下门 身推越下门吗 对不对 闭起来了 你要告诉人家 有没有人在 也许你要来挂单 也许你要问一下 你就那个 像一个龙头 或是什么的 有个钉 那个那个环 把它敲一敲 就会登登登 有没有 就会声音 然后里头就会想象 因为古代没有登登 没有电影 所以如果你这样 你认为是 身推越下门 还是身敲越下门 不是要推敲推敲吗 韩语的故事 对不对 那个书生 在那边想到老半天 所以那个环 所以如果 人家觉得说 在西北弊 不如我的全家 我们都来弊 就把桃湖 掉在中间 从五代开始 后属的梦场 就开始掉 家姐好长春 掉了两句话 掉在中间 就是我们对联的开始 我们对联的开始 把桃板掉在 我们讲说 推敲推敲那边 门的中间 家姐好长春 新年有余庆 家姐好长春 后来就把这 吊在门的桃湖 变成了两个纸 写在了左右门的两边 就变成我们的春联 知道 本来是吊木头 然后就变成桃湖 在蜀祖梦场时代 五代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说 有联寿会来 所以贴红 我们来驱鬼 驱不惜利的东西 新年也有这样的说法 这是告诉你 可见古代的 古代的建筑物 北友当风 迎着风 你夏天不必 现在还有天井 坐在中间 连天上也要迎风 雨水这样滴下来 我储水 有没有看到 天井也有这样的结构 储水 必备 中国人是 很有一套 储式哲学的 我请问你 古代如果没有消防车 然后这家失火了 你怎么办 你现在终于知道 司马光为什么要 打破一缸水 那个故事 司马光小时候还蛮聪明的 你知道他们在屋子外 玩那个水 那个水桶 那个水 如果那是水缸 司马光的力道还不小 它就会破了 所以你现在看很多的古厂 在鹿港 我们台湾的很多古厂 你到人家那个古厂去 他门口摆了一盘一盘的水 然后现在是没事 他就种几盘莲花碎莲 好美 你不要觉得好美 你在山上都会看到 万一我不小心失火 那个就是消防设备 所以司马光他们调皮捣蛋 在那个水缸里头去玩 碰碰下去 哎呦不得了 赶快把它打破 我常常讲 那个水缸有多大呀 真是 如果现在是水泥做的完了 这小孩一定溺弊 谁知道吗 这是中国人的智慧 门口摆了一盘一盘的水缸 来不及的时候 赶快泼啊赶快泼啊 消防设施 有没有看过很多的古厂 前面都有这样一盘一盘 一盘一盘的水 不要以为它在美化景观 很务实的作用 好了 停下山你比较容易了解 为什么叫沈东风呢 省去的冬天日光来轰 各位我们课本是 那个住的住住十一 北墙开窗户 你风这么来就吹蓝嘛 门在蓝边指的屋子向阳 这都没有问题 人在冬天烤火取卵 也比于淤浮浅漏 我就最怕这个地方的注解 你千千万万不要在这个地方把它解释 淤浮浅漏 因为他看到东风两个字了 这边跟淤浮浅漏完全无关 因为下山是对东风嘛 轰是那个轰炉啊 你知道如果在北方就有那个炕 当然我们现在讲东风 是有个典故的 我看看我这边有没有写 我记得在第几个地方 请你看第五页那个地方 后来我还是把它写出来 因为我想说大家都熟了 第五页的第九 有没有看到线铺 有没有 你们有没有到第五页 前面黄鹤楼那个暂停 等一下马上我会讲到这边 那也是一个问题 列子洋诸篇记载 说以前宋国有田夫 宋国大概就现在的安徽这一代 然后长翼 蕴坟 然后井以过冬 所以他常常穿的是非常粗糙的 你看那个蕴 虽然是狮字边 但是是用草边起来的 所以上面那个字链坟 你看也是一个 稍微缝一下那些草 紧紧的能够过冬 等到冀春 冬坐 等到春天 哎哟 初春来的阳光 自铺于日 不知天下之有广下 澳 浴室 棉矿 湖河 那个字炼河 他说他根本不晓得天下有广大的物质 也不晓得有比较 浴澳有比较温暖的房子 更不晓得有棉框 有棉纱做的衣服 更不晓得有福利皮 他只能用一些运米 用坟那种杂草 鞭织穿那个东西 草衣 然后回去的时候就跟太太讲 哎哟 我今天啊 到田里去 背对着太阳 赴日之宣 人莫之者 没人知道我感觉到非常的软和 我想用我这个经验 去向国君奉献 我相信一定有重赏 各位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 你终于知道我们有个野人线铺 知道 所以这边纯粹是 的确是那个冬天晒太阳的典故 的确是从野人线铺这样的故事 来做这样的事情 我就省去东风 我就省去去 你只要蓝莲开了 对着阳光 阳光能够射进来 我就不必像这个田夫说 冬天要去田里工作 然后要有太阳 阳光来轰我的背 不需要这样 如果你在北部的话 就省去冬天要做炕 这样子来 所以这边冬天跟夏上 对举 不必夏天摇扇来三娘 你不必冬天去烘焙 来取卵 不需要 所以跟那个冬风两个字 比喻淤浮浅漏 因为那个野人 的地区确实是蛮可笑 可是他用的是他字面的意思 没有典故言外的意思 知道没有嘲笑 他笨浅漏 没有这个意思 如果那个隐身自己 那请问告诉你 下扇就代表聪明吗 没有这回事 知道我讲的意思 但是冬风抽离了之后 你不要去在这里头 不讲对句 冬风的确是迂腐的人 我们常常说 你看私俗那个冬风先生 就像野人羡慕那个人 全世界都知道的事情 他以为是 只有他知道 我们现在不是讲野人羡慕吗 各位 你可以带着嘲笑的概念 来看这则故事 但是相对的人事的应用的时候 野人羡慕 又可以做一个至谦之词 就好像中国人 你已经住了非常享受景欲 住的是一品院 高楼大厦 你还是讲说 欢迎光临寒色 如果你一品大厦叫做寒色 我家就叫做茅房 但是你不要这样类推 这也是一种客气 一种客气 你这个应用文 如果碰到 我刚刚讲 比如说那个占卜 你如果懂那个概念 到现在很多的东西 都没办法 科技时代 你在印名片给人家 你在说 仍然要用那些字 各位 我刚刚已经说了 民俗的东西 就是应用文的东西 你了解不了解 占卜 刚刚我忘了跟你提醒这个 不过我已经说了 很多人的姓氏 是以职业来讲的 就好像补商 他家里负责占占卜 知道 私矿 他绝对是一个私民的人 我引导你在前面 所以叫做诗矿 有没有 论语里头有这个人物 你看不到 然后我就靠着演奏音乐 然后我就引导你这样来 那个诗就是职业 所以你懂得了 中国人喜欢 用一个职业来代替这个职务 这个占 你就知道等于是占卜的占 仅占于几月几号 做任何事情 我们都要看日子 到现在台湾还是如此 各位 所以 你看到那个占影 说屈原补居里头 那位替他补的东西 哎呀 我实在没办法替你决定 那个补居 规策不能占你 你还是自己决定吧 那补居不是后面讲这个人 那是屈原的痛苦 哪一天我们在 有空碰到了我在手 也是矛盾的要命 很痛苦 我只要求神问补 所以以后你看到 请占于不要认为说 我请占天佑在那一天 帮我煮铁路 让他通到我家来 占是一个占卜的人 这个占就等于占卜的占 是选择日子的意思 各位同样的道理 你碰到了野人县铺 哎呀 如果说这没有什么呢 我这小意见只是野人县铺 正面的就是谦虚 你在负面的讲说嘲笑 没有见过世面 知道意思吗 各位除了这个之外 我下面又列了一个 还是杨竹篇 我们除了牵称自己的县 叫做野人县部之外 我们还有一个词语叫做 琴县 琴菜的琴 你看杨竹篇 说从前有个人 美容俗 他非常的称赞 荣熟 豆子 甘苔 尽情 瓶子者 对乡人豪称之 就是说我告诉你说 这些熟啊 就是豆啊 苔啊 这些甜甜的 这个可以吃的 比如说类似我们说甘草啊 是什么 或者琴茎 琴菜的茎 这个琴菜的茎不是叶 然后瓶子 莲子 这瓶那个子 莲子 这好好吃哦 对那些豪生 现在我们讲的土豪来称赞 那个土豪就 你既然讲得那么好吃 我就拿来吃 结果在遮于口 惨于腹 这个遮 就是嘴巴 哎呦 被有人太过敏的结果 有时候吃麻掉了 然后腹泻了 众散而怒之 他就嘲笑 非常生气 你怎么可以让 我们的贵人 吃到这个样子 好奇 那个折就是遮 密封遮到一样 有没有 我们有些东西 吃麻麻的 你的嘴巴会不舒服 不是每个人的 适应不一样 那那个人非常的惭愧 你看这个惭 我都奥原字写 你把心 现在我们的楷树 就把它挪到边边去了 当然 这个就是我们惭愧的惭 所以那个人 跟人家介绍这样 以后我们讲 琴献 有没有看到琴菜 野人羡布 是牵称自己的贡献 琴献也是牵称 自己的贡献 所以我说 这典故用起来 你用正面的 你就会谦虚 光临寒色 我家就那么寒畅 麻烦你来 没办法 中国人就是这样 客气气 虔称 明明他家里 住在台北市 一栋就是两千万 他还是叫寒色 没有人说 请你礼拜天 观您豪宅 没有人这样讲 丢脸 豪宅别人称赞 所以你现在终于 会介绍自己的太太了 这是王夫人丢脸 夫人是你讲的 这是内子 然后你的太太就说 这是外子 称夫太太要会称 时代走到这个地步了 你还跟他介绍 这是贱内 好 你要说贱内 他就以后跟人家介绍 这是贱外 男孩子请记得 我有动足基先 只能是要互相尊重 你好好的介绍 这是内子 这是我的太太白话文 他就要 这是我的外子 这是我的先生 他就会这样介绍 你现在还讲这是贱内 以后的贱外 你还跟他讲 这是山漆 我在山上没有见过四面的 请你谅解 他以后就叫你海夫 那这是浊金 最常听见吗 浊金 你把我当作茶碑 笨浊的木头 以后我就告诉你 这是笨条 我叫他个笨笨那一条 知道吗 不要说这是内人 内人太熟了 现在 在唐太东之后 他们盖了一个宜春院 把天下所有才艺的女子 都放在宜春院里头 调整 弹古真古色 外国的使节团过来了 他就说听宜春院的内人 出来演奏 内人在唐太东是讲 内宫里头弹琴唱歌的那些人 你现在多不多就跟人家介绍 这是我家的内人 林主都在唱歌 每个人天天都去唱卡拉OK 你们是不是都说内人 对不对 常常都听到人家这是内人 可是偏偏 成男孩子就没有说这是外人 你没有说这是外人 没有外子 我可以告诉你 本来男女都叫做子 你去读左传 你去查一下 靖文公落难的时候 到处奔波 他逃到北方敌人那边 敌人也跟他一个女子 看到靖文公的气度 他娶了一个敌人 作为自己的太太 然后逃到了齐国 到了齐桓公 看到了靖文公的气度 跟随的人 都是非常有那个样子的 他觉得这个一定会 回到靖国去 接掌诸侯的位置 所以靖文公我们常常讲 我们常常讲说 like mother like daughter 可是你从来不知道 like father like daughter 有其父必有其女 有一天 靖文公的彩桑 那个女子 在彩桑树 然后这个底下 靖文公的 陪的那些层子 不晓得有人在上面 你觉得觉得很好笑 桑树有那么高大的 可是你去读读看 读读看明代徐光起的 龙正全书 你去看看徐光起 那个北方的桑树 真的是大到可以遮印 所以那个彩桑女子 在上面真的看不到 但是读到这一段 我就很难过 因为他在上面 哎呦 奇怪这一堆人 怎么还在桑树上来 然后他们就计划说 靖文公如果在那边迷恋 因为齐桑公毕竟 把七国治理得很像样 他说如果在那边安逸 失败事也 一定会坏事情 他们说 那靖文公的女儿怎么办 人家把女儿嫁给你 你就把 你就把这个 偷偷的这样去溜走 那对人不仁不义 他说绝对不能讲 很不好意思 下面这一句话 你听听话 是左撰写的 他说摩羁女子 失败事也 如果你要回去 要她的女儿讲一下 这个事情就不能成功 抱歉 是当时的社会 古代太把女孩子打压了 这不提了 请问运走了没有 结果那个彩桑女儿回去 好像要树立功一样 就跑去跟 齐桑公的女儿说 女主人 你的先生 今天晚上他们就要溜出去 要把他们嫁走 齐桑公的女儿怎么做 竟然把她给杀了 就怕她走漏消息 没得读到这一段 好委屈 靖文的女儿实在是有霸财 真的可以当皇帝 在武则天之前 齐桑公的女儿没有机会 不然也跟她当诸侯一下 竟然杀了 然后她就跟靖文宫摆明着说 他们不说 他有孕者不说 然后那些 子饭他的舅舅他们 就把靖文宫逛得最最最醺醺的 靖文宫的女儿 有跟这父母娘 我知道你们的事情 你们就好好去做吧 你看多么大气度的眼光 然后就趁着醉 就把她运离开了 齐果 等到醒过来 已经是几万里路 遥远的路途 齐桑公一起来非常火大 你们有机会 为什么不这样 所以等到齐桑公登基的时候 为什么这些左右的层子 都非常害怕 一个人在落难的时候 也许很多东西都包容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等到你登基之后 你是不是要 以前我对你的不礼貌 要来整人 所以到后来 齐桑公 那个靖文宫登基之后 当了诸侯 当了靖草的掌权之后 那个舅舅他们 都赶快遞吃尘 要进宫之前 都赶快遞吃尘 因为我曾经灌醉 你把你落出去 齐桑公多有度量 你如果看到那个 管仲那么射箭射到他 什么样 齐桑公无所谓包容 因为各位其主 所以要有这样雅量的人 才能够治国 宽容大度 他说舅舅 你们都不必担忧 你们为了我的好 我才有今天 然后古代人就会发誓 你赢一首诗 我也赢一首诗 然后把那个壁 丢在水里头说 我假如没有跟舅舅同心 有如白水 我就像这个水一样 他们很感动 大家愿意笑命 好 我讲这个故事 那是男人的故事 现在来讲伟大的女人的故事 各位 请你评评理 你娶了敌人的太太 跟娶了齐桑公的女儿 如果我们现在人讲 谁是正气 谁是正气 你们读过这个左传的故事吗 没有 你去读一读很有趣 各位 各位以汉民主的优劣 齐桑公回去以后 都不敢跟 抱歉 静文公回去以后 都不敢跟齐桑公的女儿 说些什么话 可是齐桑公的女儿 竟然主动告诉她 说你应该把敌人的 这个女子 引回来我们中原 让她作为你的内子 她就用内子这个名称 所以内子是很有典故的 所以齐桑公的女儿 我父亲也是五霸之一 我如果要来熬脾气 来跟你拗一下 你门都没有 不要想要回到我们中原来 可是她竟然大度 有先来后到 因为在那边 她也跟她生了儿女 所以你应该把她迎接过来 我愿意屈居她之下 齐桑公的女儿 有没有很敢配 该断的时候 她马上断 避免走漏消息 该让的时候 她也让下来 所以我们常常讲 一个伟大的男性 后面有一个伟大的女子 真是有道理 老师我有没有很好 常常称赞 我们在座的女性同胞 真的是如此 真的是故事 你们有些时候 去读读这些故事 《猎女传》固然是好 有些点点滴滴的这些事情 你读得就很动容 也有那么有睿智的 我们说女中英豪 千万记得 我刚刚讲的这个故事 然后也千万记得 野人线铺 可以用来牵称自己的贡献 琴线就是琴菜的琴 琴线也用来牵称自己的贡献 都是列子洋竹篇来的 然后各位 到这边为止有没有问题 所有的对句概念 凭这概念 因为下面这个 那个凤贺五楼头 欲敌弄产 先止曰 凤翔台上 指笑 吹断 美人风 我补充的讲义 有那么多 有没有看到我们的第四页 有没有 你们有吧 黄贺楼 然后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只能来破解第一句 这真是很费事 我明天如果讲这个 头痛的事情 你再去头痛 尤其是 贺五楼头 欲敌弄缠仙子月 对于 英元森老师的注解 我也接纳在里头 我自己找了一些典故 有没有办法 完整的解说这一句话 我现在自己 没有太大的把握 你回去先把这个故事看一下 关键点在哪里 关键点是 弄缠仙子月 如果我们说表面的意思说 在贺五楼头 那也许你会想说 是不是跟黄贺楼有关 我们的注解 好像就这样子来 但是贺五楼头 为什么会遇敌 吹的敌子 会把天上的月亮 吹残了呢 吹的变成一个 缺月呢 各位如果 字面上来对 贺五对凤翔 楼头对台上 玉笛对紫霄 弄坛对吹断 仙子月对美人风 字面对的都非常的工整 但是那个典故就让你很不放心 就很不放心 如果说你按照课本上来讲 说他引了一个李白 与死郎中亲 听黄贺楼上吹笛 如果是这样的话 一位千客去长沙 希望长安不见家 黄贺楼中吹玉笛 将成五月落梅花 各位每一个情境都有了 黄贺楼嘛 贺有了 吹玉笛 玉笛也有了 问题是 弄禅仙子月 有没有同学 或是有没有在座 大家能够帮我们想一下 帮我跟音缘神老师 请问这一首诗 将成五月落梅花 有让 有让月亮变成缺月吗 你知道这一首诗 是什么意思吗 黄贺楼吹笛都有了 说我要到长沙去 我做了千客 因为各位知道 李白后半段 因为安史之乱之后 玄仲皇帝有人太多的传说 那么他的儿孙辈 就想要秦王 租子 就想要秦王 要为王室效命 结果李白刚开始 也相信 说这个太子 是要秦王的 就要为王室奔命 就奔走 没想到哪里 后来这个太子 自己称帝 哇 李白吓死了 玄仲皇帝都还没有 生死未卜 你怎么知道 所以李白后半段 看出他动机不良 所以李白是有退出的 但是后来玄仲皇帝 回来追究的时候 李白吃不完 兜着走 所以我先告诉你 所以他会到长沙去 因为他要扁夜郎 听过吧 李白要扁夜郎 所以对这件事情 好多人都很忧心 大家也知道 李白的委屈 所以包括杜甫 听到这个消息 深夜都梦见李白 有人说 传说他捞月 然后这样走了 有人说 要不要放到月郎去 沿途都替他担忧 好多人替他 非常不平 我们不说别的 讲杜甫那两句话 观看 满精华 诗人 独憔悴 所以好多人 在现在朝廷里 好多的那些达官贵人 都是曾经是李白 介绍推荐 而有机会 上到了朝廷去 请问 怎么没有人 为他 出来说话 因为刚开始 大家传说纷纭 有人说李白 捞月过世了 有人这样这样 杜甫做一个晚辈 对前辈的关心 讲的那非常沉痛的话 观概满精华 精神都是那些观概运集 诗人 独憔悴 只有让我们 想念的朋友 那么憔悴的 让人要 离开朝廷 这是什么世界 各位 李白最后 有没有人来拯救他 你们可以 Google上网 预知结果如何 请听 请听 明天分解 然后你再注意看看 任何的一个典故 有没有办法 解释 预敌弄 离仙子月 仙子月当然就是月亮 因为上面有离而住 为什么会用这个离字 这是我百事不得其解 那为什么 那个黄鹤楼中吹雨底 江城五月落梅花 用这个来住这一句话 你要知道梅花落 是个曲的名称 这里头的江城五月 是在五月的时候 我要经过长沙 然后我听到人家在黄鹤楼上 因为你要到长沙 要经过湖北 才能往南边走 我只听过了在江城五月 人家在吹梅花落 梅花落这个曲子 让我无限的感伤 因为梅花落 如果你知道的话 很多的乞丐也很会吹梅花落 那为什么是弄仙仙子月 你们也想想看 然后再看看我父的一些 黄鹤楼跟玉底的关系 有些传说 读完了以后 我们再来解释这个东西 看看有没有办法破解 他究竟说些什么 好 我们今天就上到这边 下课 同学们请起立 感恩老师慈悲教导 谢谢同学们 明天见 谢谢老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